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档的油颜品 三顶鹤又叫仙鹤 之所以叫仙鹤 是因为其长寿 可活五六十年 且跟道家有关系 仙鹤通生只有三种颜色 黑色 白色和黄色 颈部 腿部 尾羽都是黑色 整个身体是白色 唯有额顶有一亩红色 这种鸟象征着幸福 吉祥 长寿 宗真 尾巴羽毛花法 类似花鸡的尾巴 用大号毛笔 只是仙鹤的稍微有点耳朵 可以对比看一下 爪子及腿的花法 仙鹤的腿比较修长 你身体的内肩粗胆 结束稍粗 中缝用笔一笔到位 爪子是四个 跟其他了类一样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 动一下你发财的手 长按点赞三秒 给我的视频来一个强烈推荐 现在我们来画一个完整的仙鹤 画身体时墨色要淡 身体时挑拱 干笔续笔表现白色羽毛 先喝的画法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视频前面有相关课稿 及投身比例关系 请供参考 感谢你的观看